夜晨的大千重楼掌 爆发出了极其璀璨的光芒 通天彻底可抵达万古 在那些光芒的映照之下 整个天地变成了太阳般的白昼 千里乌云止于掌印 阵阵波动传出来 似乎让整个小世界化为灰烬 而方圆数万公里以内的土地 已经被大千重楼掌的神光烧得面目全非 焦黑无比 这样的攻击方式足以媲美万步天君 甚至来说可以于瞬息之间 杀掉一名百家境九层天的存在 这周围的人见到这一幕 心头极为震撼 鬼无双也是眯了眯眼 紧接着他不屑地冷哼一声 直接徒手抓爆了两个大千重楼掌的影子 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没有破解大千重楼掌 反而还遭到了力量的震荡 有意思 有意思 你这小子的实力还不错嘛 不过也终究止步于此了 鬼无双显然没有了继续和夜尘玩下去的耐心 他挥动那把地狱魔鹰 猛地往前一突 见封锁致 虚空不停地裂开 一道道的裂痕当中 呈现出了极其阴暗的深渊之力 那些力量刚开始如同水波般荡漾 但是翻滚之间却呈现出无匹的力量 面对此等近乎无敌的招式 连夜尘都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他低吼一声 再次将全身的灵气灌注到了神掌当中 竟然是再次生出了二十多道掌印 直接往下按压下去 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几道偌大的掌印与漆黑剑气接触 顿时化为残影 轰然爆裂 夜尘碰了一下 似乎是遭到了反噬 但他还是没打算放弃 而是继续加大力道 是吗 那你试试我的掌法 看你是不是能全部接住 夜尘几乎将全部的力气 全都催动出来 灌注至掌心之中 多重血光悍然爆发 他要以手掌为斩断枷锁的力剑 来破开这无边的黑暗 横跟在他们之间的虚空通道 寸寸崩裂 黑洞的漩涡顿时成形 看来这小子是真想与我硬刚了 鬼无双察觉到夜尘的意图 顿时冷哼一声只给出了四字评价 不自量力 轰隆一声巨响猛地传出 以两人为中心 大片的虚空为之坍塌 恐怖的光辉将周围虚空全部融化 不止如此 连着北边数万公里范围内的石林 树木 花草 皆是化为灰烬 被虚无吞没 而就在这漫天光辉闪烁之时 夜尘才真正动用了一缕轮回的力量 那些奔向鬼无双的无敌手掌印是假的 栩栩如生 极其逼真 而另一道大千重楼掌 蕴含着一丝轮回的力量 则是踏破虚空 来到了玉米亚面前 想要一件双雕吗 想得美 玉米亚扶空而起 手中的剑光缠绕成绳 携带着爆裂的力量 将夜尘所轰出的那道掌印 炸成本碎 但是这些大千重楼掌 通通都是假的 玉米亚的眼神 猛然一拧 她回过头去 只见那天鹰兽所在的地方 虚空炸裂开了上千米的口子 一道掌印从天而降 直接将那天鹰兽 给拍成虚无 连惨叫声都被来得及发出 大千重楼掌所带来的威力 将那囚禁着孙叶荣的牢笼 也给打破 而夜尘的身影 也出现在孙叶荣所在的地方 孙叶荣愣了半秒 才反应过来 玄机欣喜不已 夜尘借用那荒老传来的法觉 操纵着大千重楼掌 来了一招 以假为真 以虚为实 调虎离山 多重反转 最后成功骗过了两大恐怖强者 无论是鬼无双还是玉米亚 确确实实 调入了夜尘的圈套当中 此时 两人的神色都不怎么好看 鬼无双眼神微眯 冰冷的寒意化为杀机 锁定了夜尘 他冷冷说道 你的本领确实不错 而且智谋也是超越常人 若是让你活着 恐怕后患无穷 但是也到此为止了 鬼无双方才并没有将夜尘的内积放在眼中 只是随意对待 因此才被蒙骗 但现在他收起了轻视之心 夜尘的所有招式都将无所遁形 他们之间的秀为差距 无法用技巧来填补 这鬼无双 可不是能认你戏耍的对象 他的眼神骤然一寒 愤怒的火焰 自体内爆发而出 牢牢锁定了夜尘 玉米亚甚至都无需出手 只需要交给鬼无双去解决就好了 免得他沾上因果 我要杀你就像杀只鸡 杀条狗那样简单 鬼无双冷冷说道 他的话语像是一层寒霜迅速扩散 连四周的空间都被冻结 他再次出手 这一回没有任何的轻视 而是挥出了那把地狱魔鹰 刹那之间 凝练如丝的黑色光芒 自虚空中爆发 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达了夜尘跟前 这道杀意 牢牢锁定了夜尘 令他无法动弹 夜尘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候 才动用了轮回血脉的力量 充斥全身 燃烧灵气 撕裂着森然的法则 还一把暴击实力被封 无法动弹的孙夜容 堪堪躲过这一剑的光滑 下一刻 那强大的杀意粉碎了他所在的虚空 将一切绞成碎片 哪怕是夜尘 施展出了极致速度 也仍然遭到了波及 哇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鲜血滴落 染红了他脚下的大地 而且他的右边胸腾处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莫名的力量 正在侵蚀这个血洞 撕裂他的肉身 而他体内的轮回血脉 正在与其对抗 并且逐渐占据上风 表面的皮肤蠕动 血肉再生 令他的身躯快速复原 你没事吧 孙夜容见到夜尘身上的伤势 不由得大失一惊 在他眼中 无论是面对多少强敌 夜尘从来都是一副 你狂认你狂 你强我更强的姿态 而且他的肉身 仿佛是远古魔兽所制成的 经历了那么多场大战 就没有流过一滴血 而此时的夜尘 则是遭受到了伤势 对于他们来说 这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我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何必要垂死挣扎 鬼无双往前迈出一步 他身边的所有景象 也随之风云变换 仅仅一瞬间 他便来到了夜尘的身边 距离两人只有几米之远 这种时候 夜尘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用出了最为强大的招式 止水一剑 超越现实法则的神秘力量 从虚空当中涌出了 一刻也不曾停歇 直接将这片现实世界 全部往下碾碎 可怕的剑道沿着一条轨迹 凝缩成了极致的力量 就在方寸之间爆发 鬼无双正打算出手 谁曾想夜尘比他快了一步 并且召唤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那剑道力量所蕴含的 竟然是吴吴的气息 连他这等实力都无法阻挡 吴吴超越所有的现实法则 一切东西在他面前来说 都是豁灭的泡沫 轻轻一展便可破开 吴匹的秩序神炼 恐怖绝伦 冲销而起 瞬间迸发 形成这世间 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 鬼无双的反应 登临绝颠 无比迅速 但饶势以他 较为强大 气势凌云 仍然受了伤 他整个人闷哼一声 亮枪后退 左边肩胛的黑袍化为碎片 露出了那漆黑猙獰的 恐怖身躯 而且他的身上 添了十几道鲜血淋漓的伤痕 鬼无双忽然抬起头来 神情极为可怕 该死的 该死的 你这种蝼蚁 居然伤到了本王 本王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鬼无双的疯狂怒吼之声 传遍巴黄 无数生灵为之震动 不敢再往前走动半步 满眼都是惩惶惩恐 但夜晨根本都没有给他 重新发出一击的机会 他将体内的轮回力量 催动到了极致 然后通知灵儿 借着须碑撕裂了身后的虚空 接着拉着孙夜荣 往别处逃离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 来设定具体的地点 往南边或是东西两边方向逃走 恐怕鬼无双 都能很快地追上来 唯有往北边走 管他什么冰封血缘 去了之后才知道 总比现在丢掉性命的好 不过刚刚一瞬间 夜晨似乎感觉到 轮回墓地 有几块墓碑在震动 他神识扫了一眼 轮回墓地的墓碑 眸子微微一缩 果然 有几块墓碑 闪烁了一丝光亮 这光亮虽然没有达到 引动的地步 但距离引动 也没多久了 难道这一次 有几位轮回墓地 大能出现 会是什么样的大能呢 夜晨心中有些好奇 毕竟轮回大能的出现 都是极其的关键节点 而且每一位大能 都是一个领域的极致 能帮助自己诸多 若是几位同时出现 或许剩下的九天神术 乃至救下遮天魔地 都会有很大胜算 不过目前还无法引动 无法解决眼前的困境 当下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夜晨一咬牙 身形消失于原地 而从那虚空当中 留下来的波动来看 一丝逼人的寒气 窜了出来 这缕寒气 让鬼无双 来了个急刹车 神色变得十分凝重 该死的 这家伙是宁愿死在那里 也不想死在本王手上 居然有胆量 好去冰封血缘 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玉米娅与上官云也赶了过来 此事是又惊又疑 她若是想找死 就她去吧 那冰封血缘 可不是谁都能熬过去的 或者说 根本没有人熬得过去 哪怕是你我去了也不行 玉米娅摇了摇头 等于是提前给二人宣判了死刑 鬼无双双手还凶 连声冷笑 那不是正好吗 你们的任务 就是将孙夜荣送进冰封血缘去 现在这小子 替你们提前完成了 上官云也是满面笑意 他未曾想到 夜晨千算万算 竟然算不到死亡的概率 自己一头栽进了 那最恐怖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